因为个人生涯规划决定不竞选连任的市议员林英荣 上午在市议会做任内最后一次的总质询 除了感谢过去12年来地方乡亲的支持和鼓励 让她有机会能见证高雄的进步和发展 而对于左南地区未来的重大建设 她也期许市府团队要继续努力落实完成 顶着台大律师人的光环 在高雄市议会担任三届市议员的林英荣 因为个人生涯规划决定不竞选连任 把握最后一次的总质询机会 除了向支持的乡亲表达感谢 也强调在12年的问证生涯里 除了认真监督市政也为民众的权益把关 更相信高雄会越来越好 我们已经蜕变了 我们有捷运 我们有轻轨 我们有公共脚踏车 我们有博厄艺术特区 有亚洲新湾区 我们的铁路在地下化 我们还有捷运延伸线 我们有非常多的科技厂商的进驻 我希望任何一个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 都是爱这个地方的 永远都还有进步的空间 去把过去我们这一百多分的努力 全部给抹灭掉 我想这个不只是不公平 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 反而会造成这个城市的挫败 跟退回到过去的那个原点 所以我想对于这一个城市进步的价值 我们还要共同去努力 林荣提到这12年当中 看到高雄从大家口中的文化沙漠 蜕变成美丽的进步城市 不但交通更便捷 各项重大建设也陆续推动 身为执政党明代 不但要更积极督促政府迈向进步 更要贴近人民需求 才是认真负责的表现 虽然不再竞选连任 却仍不忘丁玲市府团队 别忘了左南地区还有多项重大建设 要继续努力 那尤其是男子的铁路地下化 以及我们左营高铁门户的 未来的整个规划跟发展 那包括中游五清签厂之后呢 能够解决呢 顶巾交流道在左营交流道 下来的塞车的问题 能够新批一条这个连外道路 那这些规划呢 我都希望市政府未来能够持续的 把这样的一些建设相关的 为左南区而做的 把他做好 林英荣说 去年的一场车祸 让他体悟到时间 不会为个人停留 也因此更要把握时间 让自己把分内的事情做好 期许现在的停下脚步 能让自己更精进 充满正能量 随后许立民也带领市府团队 全体掌声为林英荣鼓励 肯定他的专业表现 在这次的定期会中 画下完美的句点 港多新闻李毅清黄兰军 采访报道 对 对